倩姐你怎麼看 因為說到珠海航展呢 倩姐不斷提醒說呢 是有改變戰場的一個 一個不同的作為 比如說無人機這一塊 我們剛剛就提到了 像是歼20S要指揮中程療機 這就是指揮無人機啊 然後說到無人機 重點到無人機不得了 像是飛鴻95呢 群疾那個飛行 然後重點是呢 它遙控的方式 到了2600公里外的內蒙古 進行相關的聯動 進行呢 像是實時互聯指揮控制等等 還有說到無人機 九天無人機不得了啊 它是呢等於是 這個風群航母了 那因為呢 它10噸以上 起飛重量也很大 然後也是呢 有很大的厲害的地方 就是可以放無人機 所以它等於是 無人機的航空母艦 風潮可以用風群式的 攻擊的母艦 還有呢彩虹漆呢 所以說後面放的是一個 這個中國大陸的航母 所以意思就是彩虹漆呢 這個無人機 無人的航母 會放到航母上面去 那另外可以看到 它制航的時間非常長 16個小時 0.5馬赫速度 它可以飛 這個9000多公里 也被說是 中國大陸隱形版的 這個無人機 是變對標B2了 所以 如果你看那個九天的話 九天它最重要的是 它底下可以有那個 易購風潮任務艙 所以它可以 在它的那個大的無人機底下 搭載了成千上外的小的無人機 然後這些無人機呢 跟我們以前看那個 獨立日不太一樣 你如果看那個外星人 侵佔我們的時候 就是你把母艦打死了以後 其他的所有的艦就會失效 但是現在這些智能的風潮無人機呢 他們是可以自己不斷地去 彼此不斷地對標的 他們可以自己不斷地用人工智慧呢 去改變他們的任務 所以只要你還有一群還活著 他們就會重新的整理 不像說你只要把母艦打掉 他們就不能作戰 好 這麼講起來 其實我覺得我們在看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龐大的結構 我試著把它理一下 如果看今年的這個 珠海行展回來的蔡委員 他可以再展得更有實地感 但是如果你仔細去看的話 當然它本身就像以前 我去做ICT投資的時候 去看很多的展 我都會先做一個MAP說 我要去看什麼 那第一個他要看的是 軍援軍售市場 中國大陸的整體的 國防工業體系 以及它的完整的產品線 你很有錢嗎 你要買全部嗎 你可以買全餐 如果你只有少數的這個預算 你只有一個非常有限的軍事目的 你也可以去單點 所以說它有一個 全完整的產品線 那這個對於其他的國家 譬如說美國來說 其實就是在跟整個中國的製造實力 也在對抗 不光是軍工的研發 所以軍員軍售市場裡面 你看到最大的一個 當然就是中航工業 和另外一個就是中國電科 這兩端 中航工業這次會讓大家看到 眼睛一亮的 就是那些第五代的戰機 剛剛那些所有的軍迷 所有的男人都很興奮的 剛剛是蔡委員說的 是男生的玩具 歼20S 35A 31C 這是第五代戰機而已 不要忘了 他們還要展示很多的彈藥 遠程的空射的彈道彈 這些東西還加上 他們所有的配套 如果說你只有這些彈藥的銷售 或者是供應 你沒有後面的配套的話 其實也是很危險 所以第五代的戰機彈藥 還有別忘了資源保障 像運20 運20原來是一個大的加油機 可是我們在很多的救難 你就看到 它發揮了大量的 長期的投射的這些能力以外 這次還會告訴你 它增加了一個散落精準的一個系統 所以說 它無論是在空中的戰機 彈藥跟資源保障上面 都會給你看到一個 完整的產品線 然後可以在中間你可以選擇 另外 最大的進步 而且對於我們來說 可能是21世紀在整個戰場上面 最大的影響是電磁制導 自動控制 像這些部分 是中國大陸非常非常強的 就是空空導彈研究院在做的 另外已經講了的是查打跟協同 無論是智能的無人機 風群的無人機 自己戰鬥的 AI的 或者是做中程療機的 就是說從以前的偵查 到查打一體到中程療機 是我們認為的第一階段的 無人機的進步 所以剛才特別對於 殲20S是兩座 就是大家覺得很興奮 如果你像我一樣 看了很多二次世界大戰的電影的話 你就知道 以前的那些戰鬥機就是 前面的人是負責開飛機嘛 你後面有一個負責所有的 操作武器 武器的 那現在呢後面那個人 他也許是操作武器 他也許是操作中程療機 他也許是在操作所有的那些制導的系統 因為你在整個飛機上面 你會有很多很多的資訊進來 所以未來的戰爭的太陽裡面 電池制導自動控制的那些比例會非常的高 而在珠海航展中間你會看到以外呢 都是在一個其他的國家 如果想要去進入新的戰場態勢的 那些戰場管理的時候 他可以選擇的 另外就是剛才講的像九天一樣的 查達與協同以外 這些的無人機 最後一個展示的那些部分呢 就是他們在艦載機上的功能 他在海上作戰 而海上作戰從來都不是單獨的海上作戰 他會有海陸 空天 電 他有這麼多的東西的總合體 所以如果觀看這些 就是在article 武器這個部分呢 你就已經有這麼龐大的 國防工業整個體系的展示 而且他們很多都可以有民用的用途 像剛才講的運20 他的散落的精準投射呢 你可以想像如果今天到加薩 你可以從很遠的地方去投射一些物資 如果以色列不讓你在近距離投射 你可以在很遠的地方投射物資 給加薩的難民 而且這些都有很多 在救難和其他的民間用途 另外一邊同樣非常精彩的 就是中國電科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就不是只是坐飛機而已 中國電科他們做的東西就是 完全就是未來的市場 也是未來的戰場 C4ISR K 就我們以前講的那個指管通行系統 下面最後加上了一個K 因為現在不只是指管通行 他就直接就是Kill 就是攻擊了 在真空間距的戰場管理以外呢 全部的信息化作戰的中株 他把它整合成一輛車也好 或者是一個小的指揮中心也好 或一個Consul也好 他把這些所有的信息化呢 都整合起來 那麼包含了講的那些無人機的反制系統 今天你有這麼多可怕的無人機 你要如何去反制它呢 包含了你要如何的去偵查 導航去誘偏 光電電磁殺傷 用無人機來攻擊無人機 像這些東西呢 都是在中國電科這邊 所以勉強要分的話 可以說一邊是硬體的 一邊是軟體的 兩邊協同起來呢 就是未來的戰場上面的 真正的戰場態勢 而且他很快的就會加入很大量的 AI的輔助決策 所以今天我們去看珠海航展也好 或者是中國大陸的 整個軍工產業的發展也好呢 一定要看出來 他跟美國現在包含 我們在做未來財年的 國防授權法案裡面 美國想要建的那些龐大的載台 和未來可能在我們身邊發生的 印太地區的戰爭中間 是絕對相關 而且這些新的戰爭的態勢也好 戰場的管理也好 政治戰爭型態的想定也好 將會是未來的主流 主流絕對不會是美國在20世紀大戰以後 遺留下來的那些龐大而昂貴的系統 這些新的無論是中航工業 或者是中國電科所發展出來的 一系列的體系作戰的能力 將會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真正課題 讓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膚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富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總統 再次回到 再次回到 ma sene 我們 趙 最後 抬頭 抬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